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月7日 我们即将会举行一个特别的天气报告 首先可以如常地看看四点的天气小提示 首先就是第一点 今晚的北风将会增强 所以大家如果要在晚间到11点之后 去到要出街的话 大家记住要穿多件衣服 另外去到星期五和星期六 市区的最低气温大概只有8-9度左右 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做好一些预寒措施 除了做好预寒措施 也要做好保湿措施 因为由明天开始到下周的中期 我们将会干操 而星期五到星期日 我们会非常干操 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 而去到最后 在下周星期一或星期二 会有另一个冷空气 就会抵达广东圆 香港也不例外 介绍我们的喜欢证换逐渐下降 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 接着我们可以看电脑预测的天气图 我看到北方的冷空 正在南下当中 我们预计到明天 来到今晚的八点钟 我们就会是 出自比较大的北风 北风增强 去到明天1月8日 这个冷空气 已经可以延伸到广东沿岸附近 广东北部 华北的一些地区 而华南的气压 也正在上升 所以我们预计这波冷空气 很快就会来临 所以大家也要提供警觉 做好一些预寒措施 和一些保湿措施 预计这波的冷空气 比起这个宽延的一波 会持续比较久 所以大家要做好一些 长远方面的预寒措施 大概持续六日至七日 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 可以看看今天的天气预测 我们预计本港 今天将会短暂时间有阳光 预计本港今天 在初时 早上最低气温大概是14度 而身体会占2-3度 而日间 我们将会在 部份时间天色明朗 所以最高气温大概会上升到17度 而晚间北风增强 我们预计最低气温 在晚间就会去到11度 而我们预计 风风云会吹冬至冬北风 和缓的冬至冬北风 漸转是吹清净的北风 而离岸会是间中吹强风 接着我们可以看看 明天预测 我们预计明天 会短暂时间有阳光 我们预计明天最低气温大概是9度 属于相当寒冷的水平 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 接着去到明天的日间 大概会上升到13度 仍然是相当清凉的水平 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 天气相对来说都是寒冷的 风风云有预计明天 吹的就是北至东北风 大概是和缓至清净的级别 而初时离岸及高地 是会偶像吹强风 所以大家要留意 接着我们的最后可以看看 香港市区的温度预报 我们预计蓝色的线代表最低气温 橙色的线代表最高气温 我们也能显示到 在星期日会有短暂回温 在星期日之前 星期五和星期六 我们的最低气温大概是8度 9度左右 跟着星期日短暂回温之后 去到1月11日 最低气温又跌到大概8度 9度左右 亦都是属于相当寒冷的水平 大家要特别留意 接着之后 这波的寒潮 可能算是上这个寒潮的等级 过了一个寒潮之后 我们又有一个回温 这个回温就比较长时间 可能在1月19日 1月20日 有另一波冷空气 会再度蓝侵 影响香港 但是这个不确定性 都是比较大 所以大家观望一下就好了 暂时就预测 1月14日 我们的气温将会 最低气温也是上升到14度左右 而日间呢 在星期三开始 都是上升到晃暖的水平 所以大家呢 可以特别留意 首先呢 在未来七天 要做好一些瘀寒措施 和一些保湿措施 今天的天气就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呢 继续身体健康 今天的天气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